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出席座堂会 年旦刚过 我先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好 大家辛苦 朴实的话语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座堂会的气氛轻松愉快 他坐下去 他亲自主持会 第一句话就是 我非常关切这支队伍 我非常关切我们的县委书记们 就说明我们在下面的工作 压力再大 困惑再大 他其实他懂的 他知道我们的辛苦 他知道我们的困惑 上午这个三五多小时交流 没有一句这个口号性的东西 都是讲的非常的具体 是吧 非常的贴人心 非常的接地气 座堂会上 浙江省里水市联都区委书记林建东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委书记孙立荣 福建省张州市东山县委书记黄水木 西藏自治区纳曲地区双湖县委书记南培 陕西省魏南市富平县委书记郭志英 云南省普尔市宁尔县委书记李鸿等六位学员代表 在会上先后发言 来自浙江的县委书记林建东 曾在松阳当过八年县委书记 他见到习总书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总书记你在浙江工作期间 先后八次到沥水条年 其中你2006年7月28日到松阳条年指导工作时 我任县委书记当面聆听了你的教会 你那个时候县委书记 松阳待了八年 哪一年离开的 04年去11年年底离开的 时隔八年 再次见到董书记 林建东谈了自己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体会和思考 县委书记虽然是芝麻官 却深挑千军淡 官不大 但责任大 在县委书记工作中 我反复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当好县委书记 我和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 就是县委书记这个岗位很重要 官不大 责任不小 压力不小 这个官确实不好当 座谈中 总书记回忆起三十多年前 自己在县委书记岗位上的感悟收获 古人讲郡县至天下安纳 历史上许多名人至世 围观从政是从县一级起步的 清代正满桥长期在河南范县 山东为县担任之县 其诗句 压宅卧听萧萧竹 仪式民间寄苦生 歇小五朝周县立 一职一夜总观情 这是千古流传 你说这样的一种心境 他跟老百姓贴得多紧 睡卧不安 总是想到老百姓现在过得怎么样 谈到今天中国的情况 习近平说 县委是我们党执政新国的一线指挥部 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 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 县一级也处在成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 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做县委书记 就要做焦育录市的县委书记 我一直认为 焦育录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的榜样 如何成为焦育录市的县委书记 总书记提出了四有的要求 那就是心中有党 心中有民 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 在这四有的标准中 最重要的是心中有党 对党忠诚 恒良一个县委书记当的怎么样 可以讲很多条 但主要看这一条 有改革发展稳定繁重工作的考验 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问题的考验 有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考验 有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 各种诱惑算计都是冲着你来的 各种讨好捧杀都是对着你去的 往往会被成为围猎的对象 在这样的环境下 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 就很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 总书记的话引起了很多学员的深思 心中有党是说得非常透 非常有道理 不是说申班印桃或者是说教 来自福建省张州市东山县的县委书记 黄水木是中央党校毕业的研究生 在交流过程中 总书记询问了他在党校期间生活和学习的情况 他一一回答 感到中央党校的校风协风活跃严谨 整个保障到位完全很严格 没出去吃饭的吗 没有我们很严格 如果是老婆孩子来了出去吃吃也没什么 这样的交流很轻松 在谈到做官连结自律是共产党人围观从政的底线时 总书记的话很实在 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 要求他们守得守纪守法 一个是自己不贪不战 再有一个就是身边人 害我们这些围观者的不在少数 被老婆拉下水 被孩子拉下水 被这些身边的什么秘书 其他身边人 七的姑八大姨拉下水 他就希望说通过这个方式能够把 让这个所有的县委书记都能够体会他的良国用心 能够把各自县的工作做好 如果每个县的工作都做好了 那咱们整个党整个国家 那就这个工作就有很大的基础保障 所以他实际上做这些事 我理解他最终目的 都是对整个党整个国家的一种强烈的一种责任感 郭志英来自陕西省渭南市复平县 那里是总书记的老家 郭志英在发言中谈到复平县的民生工作 习近平额外关注 他接连追问了几个具体问题 石川河现在有水是吧 现在由于上流这个水库 现在都变成季节河 平时没有水 北部三区280户困难群众 告别了土窑洞和危救房 怎么是280户呢 也就这么多了吗 现在还有一千多户 我们要分期分批 就是住窑洞的不多是吧 不多了 不光是郭志英 几乎每个县美书记发言时 总书记都详细询问 当地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生活情况 并认真地做笔记 我们 滴水就没有雾霾吧 这样子我们有两天气在317天以上 现在农民收入大到多少了 我们连都去是一万五千四百块 四百七十块钱 听说南培是来自雪域高原 西藏纳曲地区的县美书记 习近平和他交流了很多 嘱咐他西藏的环境很脆弱 在发展经济时要注重生态保护 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那一年我是带第二批原藏干部 在福建带进去 我当时是省委副书记 抓这个原藏工作 纳曲的生态多么恶劣 就说种不活一棵树 最后就是说奖励 谁种活一棵树 先是几千块钱奖励 我去那一年说已经涨到十万块钱了 但是还没有人拿到这个奖金 是不是这个情况 是这个情况吗 出乎您的意料 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对西藏很亲切很关怀 问的比较是在地里的位置 环境上虽然是一个高海拔 是一个偏远地区 是一个前发达地区 像这个强迫力的婴儿 各方面需要去照顾 需要各方面 需要去关注 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平衡纪人的领导 见面的时候 我没有距离 我感觉到我离中央不远 离习总书记不远 非常有力量 非常有自信 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诉半部们 干事 创业 要时刻牢记 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 总书记讲的很多的话 就是你 这个 一定要拎做乌纱帽 为老百姓干事 不能乌做乌纱帽 为己做官 我觉得这个就是 心中于老百姓 老百姓的事 就是我们的事 习近平强调 干事 创业 一定要树立正确 政绩观 要做到 民之所好 好之 民之所悟 悟之 要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 做工作 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 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 搞华而不实 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 李鸿是云南省 普尔市宁尔县委书记 他向总书记汇报了 地处边疆的宁尔县 迫切希望投身 一路一带建设 深化改革的计划和思考 历史上 就是说到那条茶马古道 是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 现在那条路还通吗 茶马古道还通 茶马古道还通 我们积极把普尔的发展 放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来谋划 习近平强调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转方式调结构 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必须推动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 做好这些工作 县一级十分重要 全面深化改革 县一级要做什么事 能做什么事 要不等待 不观望 坚持问题导向 积极主动作为 在基层做县委书记 责任大 任务重 压力大 来自吉林省四平市 一通县的县委书记孙立荣 向总书记 谈了自己的感受 也直言不讳的 谈了自己在网络舆情 信访维稳 以及发展问题上的困惑 当县委书记 多几次做热锅上的蚂蚁 很有比 河北人讲说 你脸过嘴没有 脸嘴就是愁眉苦脸的样子了 当时实际上地委那些人 见过了 最近咧嘴了吧 我说咧了 咧了咧了就好 以后吃一县长一智 今后经验就多了 不要老侥幸着 这里运气好不出事 哪一天你出了事了 那倒大没 但是最后要是 学的是趁着冷静 敢于啊 但是也不能鲁莽 习近平理解基层干部的艰难和困惑 他给学员们讲述了自己当县委书记时候的故事 那时候我这个 想办好年轻 想办好事 差不多一个月得打病一场 为什么呢 老熬夜 经常是通宵打蛋的干 后来我这个最后感觉到不行 这么干也尝不了 先把自己的心态摆顺了 内在有激情 但是还要从容不迫 因为我当时呢 就是 是看书 还是谁给我讲了一句 很智慧的话 他说你手里攥着 千头万绪啊 就是工作是千多万绪 你攥着一千个线头 但是啊 这一个针眼啊 一次只能穿过一条线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 我今天做到十二年 就不做了 睡大觉 第二天重新来过 几位县委书记发言时 既谈到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也谈到自己围观一刃 造福一方的报复 总书记鼓励他们 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 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 这种想法和干净必须有 越是责任重大的岗位 遇到的压力肯定会越大 这就叫有担当 党看干部就是看肩膀 看能不能负重 能不能超负荷 党把干部放在这个岗位上 是信任 是重托 要意气风发 满腔热情 干好 围观一刃 造福一方 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 还是滔生依旧 全县面貌没有变化 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要有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 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 座谈会上 总书记还提醒县级干部 连接自律是共产党人 围观从政的底线 既然决心从政 就要耐得住清贫 坚定自己的人生选择 当官就不要发财 发财就不要当官 清清爽爽的 一无反顾的 去当官 不要啊 把当官啊 作为一个 获得 满足 无穷贪欲 获得无限私利的 一个捷径 那样 远定两个小时的座谈会 实际开了三个多小时 宣布会议结束时 会场响起 惊久不息的掌声 学员们争着走上前去 同习近平总书记握手交谈 总书记和大家聊起了家常 我就是遗嘱 这边现在还是 还有点 大祖 大祖 五十二到汉中去了 地震 免现 现在那一代早就 恢复得很好 以后我们上车以后 大家都抑制不住这种兴奋的心情 这种激动的心情 所以这些学员都 就不由自主的议论 我们下午 马上组织了我们支部 县委书记 大家来谈心得体会 谈感受 大家发言都非常勇要 我相信我们在工作中 会践行总书记的要求 能够有党 信众有党 有名 有责 有借